中国的这个万圣节游行 在上海借助这个万圣节游行 有中国的应该是LGBTQ 这个圈子的人吧 非常非常的勇敢 非常非常的勇敢 就是做了一个很厉害的 一个行为艺术 也是万圣节的装扮 这里露链了 因为他们已经被警察记下来了 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就是通常如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各种方式 讽刺或者反抗的朋友 如果他的身份已经被警察得知 这个时候高调就是保护 现在有些朋友发他们的这个 已经不打码了 那实际上是因为高调 对他们是一种保护了 这是最经典的这一章 我在上海很想你死 死还是红字 红字 红字 这个你是谁 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 大家心里都有数 大家心里都明白 厉害 有没有 我就给你们讲 就是我们中国人呢 就是说中国人是一个 就是光谱非常广的一个族群 知道吧 什么叫做光谱非常广呢 就是说就是这个世界上 你想都想不到 你做梦都梦不来的这种坏人 在中国人这个群组中 有缺德程度超越地心 就这种 就是在光谱的最低端有 对 然后非常非常非常高尚 有道德的人 这一点上呢 我说一句不太可能要脸的话 就是也比得上 这个世界各族人民中最优秀的人 是吧 好吧 这个可能不是太要脸 但是大家就宽容 作为中国人 还是对中国人有一些滤镜的 就是说 比如说刘晓波这种人呢 是不是 林昭这种人呢 我说一句 在世界各族人民中 跟世界各族人民的优秀的人 比如说郑南荣啊 这个台湾人中的最优秀的人 我说一句可以比肩 这是我心里的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这就什么叫做光谱 特别广 光谱特别广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你能找到说 这个搂到玛里什么亚纳海沟的人 你也能找到跟世界各族人民中 最优秀的人比肩的人 就这么个意思 这位朋友也非常非常勇敢 我估计这位朋友很难 很难脱身呢 这位朋友应该是很难脱身的 但是这个时候 我再说一遍 高调就是保护 高调就是帮助 高调就是保护 他身份已经被记下来了 那这个时候就低调已经没有用了 低调都是扯淡 这个时候要保人就要高调 还有这样一位 把自己扮成了花圈的 沉痛悼念 这位朋友对李克强的尊敬应该很有限 应该很有限 就把自己扮成花圈 祭奠 沉痛悼念李克强 就可能这位朋友自己很有诚意吧 可能很有诚意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对 真诚悼念的心比较有限 对吧 我在上海很想你死 这位朋友真的勇敢 这是真的猛士 真的勇士 希望这位朋友不会遭到太糟糕的厄运吧 当时就已经被警察抓住 然后把这个我在上海很想你死给拿走了 身份已经暴露了 还有这位朋友 花圈朋友也是 身份都被记下来 都被处罚了 这处罚是其次 关键是他们上名单了 希望共产党 希望上海的警察 你们脑子清醒一点 不要以更剧烈的反应方式 让这位我在上海很想你死朋友 在全世界出名 懂吗 听明白吗 做人 做人有点脑子 本来我在上海很想你死 或许没有那么有名 你们要是下手太狠 他就会变得特别有名 你们想不想 再造出一个举世节制的英雄 如果不想的话 你们记得手下留情 对李克强的各种纪念 悼念 目前还在持续 因为目前习近平 应该还没想清楚 要怎么处理这个事 所以这个事情 还在后续往下发展 有没有可能发展成 一个大型的民主运动 不知道 看着来 但是就像我说的 中国人是一个 多样性非常全面的民族 多样性过于全面 过于全面 就是说脱离人类物种 多样性的人很多 就是说 你很难把它归类进 人类的人很多 那但是呢 就是在人类这个群组中 属于特别高尚的人 也有 也有 对 所以说到底中国啊 中国人民 他要往哪走 这个我也不知道 虽然我也是中国人 但我也不知道 只能说中国人民加油 加油好吗 说这个黄河 黄河长江不会倒流 涉嫌违反社区规定 就是说那个 因为好多中国人 都把黄河长江 不会倒流 写在悼念的 这个文字上 这就是我说 悼念李克强 是表面的 内力的 实际上是大家知道 说黄河长江 要倒流了 这个事情 这个梗是因为 那个李克强说 黄河长江 不会倒流 改革开放的路线 不能变 但是为什么大家 到处都写黄河长江 不会倒流呢 是因为大家知道 在习近平的治下 黄河长江要倒流了 中国要走向 闭关锁国了 走向北朝鲜了 那个改革开放 要结束了 私有制要结束了 不是私有制 就是说是 有限度的开放 这个一些私有制的 经济上的实践 要结束了 开倒车了 倒车已经开走了 对 这个时候 中国人民质感绝望 所以就拿着 李克强说过的 这个黄河长江 不会倒流 说事 就是到处去写这句话 完了 也违反社区不一定了 在台湾总统大选选前 在中国爆出 这一种正在酝酿的一些东西 是有利的 是对台湾非常有利的 为什么2020年 蔡英文选的最后 这个就是不错 民进党选的不错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 香港发生反送中 激起了台湾人民的亡国感 另外一方面 就是中国为了镇压香港 大量的资源 都走到香港 所以对台湾 倾泻的资源 金钱 人力 网络的供给 整个的这个东西 它都非常有限 那今年 中国共产党 你们看到了 它 我之前跟大家总结 它一系列的出招 可以说是 手法非常的直白 然后但是动作非常的多 资源下的非常的到位 动作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它有闲心嘛 没有什么香港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 其他的大的事件 需要动用到 中国共产党的资源 中国共产党的资源 全部压在这一次 台湾总统大选 但是台湾人民呢 你们幸运呢 知道吧 这就是台湾国运昌龙啊 李克强死了 李克强被搞死了 在中国开始酝酿 这样一个 看上去有可能会发展成 一种运动的一种 一种事件 那不管这个事件 发展到哪 你要知道 这个时候 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 他一定是如临大敌的 在处理这个事情 很多资源就会 从台湾撤回来 很多资源 会从台湾撤回来 网络上的这种 人工的审核 你不要以为 全部都可以用 电脑处理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你譬如说最新的说 那个 现在中国人 指代习近平的 说法是叫 肉夹馍 因为那个习近平 出身自陕西 陕西的名 就是名 小吃是肉夹馍 所以说 10月29日 人们涌进 陕西都市快报的 此刻西安直播间 悼念和暗讽 10分钟后 直播间关闭 从10月27日开始 寄这个箭头 习近平之后 肉夹馍成为了 新的代称 这个首饰 就是那个悼念嘛 那个首饰 然后陕西 陕西特产 肉夹馍 陕西特产 除了肉夹馍之外 不还有习近平吗 都怨陕西人 都怨陕西人 说全国人民 感谢陕西 感谢陕西 诞生了这个肉夹馍 诞生了习近平 所以说 你需要大量的人工 去审核 知道吧 因为你只有人工 你才能发现说 妈呀 最新的习近平 只称是肉夹馍 你肉夹馍完了 还可以出别的呢 对吧 陕西特产很多呀 对吧 那个什么羊肉泡馍 也可以啊 对吧 陕西还有啥 多了 多了 对吧 你就是需要 大量的人工的 知道吧 这个东西 机器是没有办法 机器它没有办法 从肉夹馍 联想到习近平 但人类可以 我们人类可以 从肉夹馍 联想到习近平 机器不行 所以大量人类的工作 要在这个方面 大量的资源 要倾泻下去 这个资源倾泻下去 这个资源也是钱的 你以为网军工作不要钱吗 就是说 是说很多大学生 可以不要钱的去工作 但是 你这个 镇压的规模 达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不给钱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有 要有钱下到位 资源 金钱 人力下到位 从台湾总统大选的 这个力量就撤回来了 这很重要 这对台湾很重要 请中国人民继续加油 好吧 嗯